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英国首相苏纳克 11日在伦敦塔城堡举行双边会晤 并且正式签署相互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部署军队 英国是第一个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 根据协定内容 除了相互部署军队 英国和日本还计划共同进行规模更大 复杂度更高的军事演训 目标是要强化双方的安保关系 两国上次签署类似的防卫协定 已经要追溯到第一次大战时期 也就是1902年签订 1923年失效的英日同盟 目前除了和美国的安保条约 另一个和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国家 还有同样位在印太地区的澳洲 随着中国试图扩大军事影响力 许多西方国家都认同中共是印太的一大挑战 岸田日前与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 就声明两国愿意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接下来岸田要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 预计也将商讨有关共同战略对手中国 以及相关的国防安全问题 华日新闻黄云军综合报导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